首先,上禮拜的影片我還沒把它PO上去,忘記了,等一下我把它處理一下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證照部分,各位可以從雲端裡面找到Python3的證照 首先,這個證照考試,它其實分成總共有九大類 九大類,那九類裡面的話,基本上就考什麼呢?第一個,基本的程式,第一類就基本程式設計 那當然裡面最重要,考最多的就是格式化輸出 那格式化輸出部分的話,我畫面切一下 那格式化輸出,其實顧名思義就用format,前面用了蠻多format 那format,比如說它想要將來輸出的時候看到什麼樣的結果 那你就按照它的需求去把那個格式給做出來,那就拿到分數了 這個前面我們有做過蠻多的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第二類是選擇敘述 選擇敘述,不外乎就是什麼if,else 中間如果有其他的邏輯判斷就elif,一直elif下去 那大概就是這個前面我們也做蠻多的 第三個的話,就回圈敘述 那回圈敘述的話呢,就是也是我們之前講過的重點 不外乎就是for i,有沒有,in range 對不對,for i in range 然後呢,或者用while回圈,有沒有,這也是我講過了 而且這裡面好像也有一些題目,有點類似我們之前做過的題目 那只是說呢,它把它包裝成證照而已 ok,而且呢,這個考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它主要是結果論,也就是說你過程 它不一定說每個人都一樣 但是呢,只要結果符合它的要求,那就算得分了 ok,所以特別注意,這地方寫法不是單一種 你不用說把那個答案背起來,沒有,不需要背答案 就是呢,它要什麼,你給什麼 所以呢,到時候題目裡面,主要就是它會有個input 也有個output 如果你的input進去之後的話 output出來結果是跟它一樣的話 那就算得分了 ok,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那再來第四類的話呢,是進階控制 也就是說,把前幾類的,前三類的綜合起來 那再做出這些相關題目 所以第四類有點是綜合題 那總共有九大類 考試的話呢,一類的話呢 它等於是一類出一題 所以總共會有九題 那九題的話呢,一題是十分 那你要九乘十,大概九十分對不對 那怎麼會一百分呢? 因為第四類二十分 除了第四類以外,其他都是十分 可想而知,為什麼要特別強調 因為呢,如果考試的話 像我的習慣先做第四類 因為先拿二十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而且呢,這個考試不是說一定要一百分才通過 七十分就通過了 也就是說呢,你只要拿到七十分 那你可以選擇,你就不要做了 因為你就拿到證照了 也就是說你如果以後呢 全部做完一百分也是證照 七十分也是證照 ok,而且將來證照上面不會寫你的分數 ok,所以如果你只是為了說拿證照 你就七十分到了 那你就可以離場了 如果你想要追求那個 怎麼講,一種境界的話 你可以把它全部做完 像我考試的時候,我就為了追求那個境界 我就把它全部做完了 而且我還有問一下那個考場的人 我可不可以照個項 因為我為了將來要讓學生看 所以我要照個項 以示我這全部做完了 那考試的時間好像記得是一百分鐘吧 不過實際上,我大概只花十分鐘就全部做完了 一題大概花了一分鐘吧 為什麼?因為可能已經做得很熟了 我講過嘛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每一題 我都用自己的方式全部寫過了 所以我一看到題目 我大概就知道說我要怎麼寫 我就按照我原來的那種邏輯 有點固定的SOP 我看到什麼我就做什麼 看到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實際上這個考試 如果你有這一套固定的解法的話 那實際上應該會蠻快的 就怕說你可能將來 自己要在現場慢慢再去思考 說那個答案怎麼出來的話 那可能就會耗掉比較多時間 所以理論上應該 不太會需要太多時間 我覺得啦OK 那裡面的話呢 它一類的題目大概 一類的題目會有十題 那全部都從題庫裡面出出來 全部喔 而且題庫裡面的問題都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只需要把題庫裡面的題目全部做熟 那去考試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 OK 有點像從固定的題型裡面出出來 主要是考什麼 考你熟不熟練而已 OK 那這邊的話呢 題庫都已經有了 在線上其實我有放啦 所以待會我會跟我講 那怎麼練習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每一題講解 但是呢 我會每一類 也許抽個一題兩題 然後呢 做個開頭 然後呢 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後續還有時間 會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題目 全部做完 OK 如果你全部做完之後呢 又很熟練 又有信心的話 那我建議 你可以參與這個考試 拿了一個證照 如果將來你對於那個 可能求職啦 升遷啦 或者是說啦 不見得 這方面 其實你只是為了追求自己 的那種什麼 榮譽心的話 我要考個證照 我就是想考嘛 對不對 那你 你就可以參加這個考試 把這些題目做熟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 第五類 就是函式 函式 或者叫函數 Function 那怎麼去建一個Function DF 我前面有講過 DF開頭 然後呢 你就建一個Function 有沒有回傳值 通常都是有回傳值的 Return 一個什麼東西 有沒有 還記得啊 然後做直數練習的時候 有寫個DF 就是一個Function OK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做串列 然後串列裡面 他考什麼 考有一維喔 我們之前做的練習一維的喔 但是這個考試還有二維的喔 還有三維的喔 哇 其實最麻煩就後面這兩個 但用的不是算太多啦 我一般我的經驗 我覺得一維用最多啦 二維的話 看狀況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要用 OK 然後再來什麼呢 這底下可能 這個Tuple 跟set 字典我們要講 字典我們要講 它叫詞典 好像一樣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Tuple呢 我沒有講到 你講說老字典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成串列來用 為什麼 因為串列跟這個Tuple 宿主最大的差別就是什麼 第一個 那個什麼呢 串列是中瓜弧對不對 那Tuple是小瓜弧 第一個差異 第二個差異是什麼呢 這個 串列 它可以去修改裡面的資料 可以修改 但是呢 Tuple不能修改 也這Tuple有點像微讀的 它就是固定的 裡面資料你只能讀取 但是呢 你不能修改 差別在這裡 OK 那還有什麼差別 其實基本上這兩個比較大的差別 所以呢 就我的那個習慣就是 因為兩個實在太接近了 所以呢 我通常我乾脆我用串列就好了 我幹嘛沒事我用Tuple 除非一種情況 就是你要效率非常高 因為唯獨嘛 唯獨不能修改 那效率會比較好 可是問題啦 那個效率 我之前講過啦 你可能要幾千萬筆以上的 才會比較有感覺 不然的話呢 平常一般的資料 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也就一點感覺都沒有 那算了 你就先把它當成沒有就算了 不然的話 你說你學那麼多幹嘛 OK 大概是這樣 另外的話呢 SET SET SET其實跟字典有點像 哪個地方像啊 字典還記得吧 大瓜糊對不對 SET也是大瓜糊 但是呢 字典裡面有一個KEY跟VALUE 中間加冒號 等於左邊右邊兩個 兩個資料嘛 但是SET的話呢 它是一個資料而已 也就是它沒有KEY跟VALUE 它只有一個東西 應該講說只有KEY而已啦 OK 只有一個東西哦 那第二點有什麼地方一樣 就是說字典 它的KEY不會重複 SET會不會重複 也不會重複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出 不重複的資料 而且它只有KEY的資料的話 那你用SET 比如說你要什麼 像可以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那個大樂透的模擬開講程式 那大樂透的規則就1到49 要有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7個號碼 對不對 大概規則應該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用Random Random1到 Range的話1到50 你要跑個回圈 跑7次 就有7個號碼 對不對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哦 會不會有重複 有可能哦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如果大樂透有重複哦 那你就怎麼 重新 所以 換我以貌哦 取出 判斷說呢 它取出來的結果呢 沒有重複 再輸出 那這個 大樂透的程式呢 裡面就不會有重複了 那可以知道 你中間可以用什麼 用SET就好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怎麼 把資料呢 這些資料先 把它變成一個SET 然後看看它的長度是不是還是7 因為你SET完了 如果說有重複的話 它就變成 絕對小於7了 可能是6個 可能是5個 有沒有可能是更少 如果它的長度 剛好總共不是7個字的話 那表示呢 它有重複了 如果沒有重複 再把那個大樂透的結果輸出 所以哦 這也是一個題目吧 怎麼做 應該都有教過啊 只有SET這個沒教過 不過你們當然可以試啊 如果寫一個大樂透模擬程式 但是哦 先不要管有沒有重複 第二步呢 再去改成沒有重複 可不可以啊 OK 所以這個應該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說 你要把 我們的口述的邏輯 變成程式的邏輯 OK 這個過程哦 其實你們有點像翻譯有沒有 你們現在學有點像翻譯 翻譯給誰聽 翻譯給電腦聽嘛 對不對 你把人的邏輯 轉變成電腦的邏輯 讓電腦看懂你的意思 它就把結果告訴你了 OK哦 所以其實哦 你說學成事要幹嘛 就是呢 怎麼樣 翻譯給電腦聽 那為什麼要翻譯給電腦聽 第一個哦 你會發現哦 如果電腦聽得懂 那太棒了 為什麼 因為電腦哦 有點像 像7-11哦 還要請公讀生嘛 大夜班對不對 電腦不用大夜班 電腦只要開著 它就是24小時服務了 有沒有 所以很多東西啊 你把系統寫好的話 等於是 省掉很多人事成本啊 為什麼 因為它24小時standby 會不會偷懶 不會偷懶啊 對不對哦 只要不要當機啊 只要不要斷線 隨時都是standby狀態啊 對不對哦 所以你說電子商務有什麼好處 你看你以前一定要電影 你現在不用電影嘛 24小時你只要半夜睡不著覺 也還是可以上去逛逛嘛 對不對 沒問題啊 所以哦 你就要怎麼樣 所以現在很缺什麼人 就是說 人家告訴你這個邏輯 我要做什麼 然後你可以把對應的功能 方式寫出一個系統出來 並且沒有bug的可以運作 那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service嘛 這個service的價格還蠻高的哦 有沒有 中間 所以你這個service 假如你有具備這樣的能力 可以把人家的敘述 快速的轉換成一個系統的話 OK 那就是可以 是一個商業模式了嘛 這個商業模式可以包裝 就是可以賺到你應該有的酬勞了 有沒有 所以啊 甚至有些之前蠻多同學 在工作一段時間問我說 老師我不會自己創業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你要創業 你要準備很多事情 不是說創業就好了 你要怎麼創業 OK 好 那再來的話還有什麼 自創的運作 那自創運作裡面我們用最多的 比如說像之前 自創不是有切割 有沒有 都有豆點 比如splitter 有沒有 splitter一個方法 或者去掉頭尾的那個換行 就是strip 等等 有很多的這類似的方法 那這個地方都會用到 再來的話就是檔案 和異常處理 OK 檔案的話 前面我們講過 F等於open 檔案名稱給它 R模式 就讀進來了 ReaderLine 或Reader 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 寫檔案 存檔有沒有 W模式 然後write 就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python這地方真的太厲害了 然後另外的話 append的模式 有沒有 上個禮拜我們是做什麼 把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在讀取檔之後 再寫到資料庫 有沒有 所以變化很多啦 這個考試呢 沒有考到資料庫 OK 不過我覺得這是遺書之憾 我覺得沒有考資料庫 感覺好像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不過當然它可能定位就是說 還沒有level那麼高啦 那我覺得這個資料庫 可能單獨還可以再考一個證照 python與這個資料庫 相關處理 其實也是可以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特別講過啦 一個 城市 背後如果沒有資料庫的話 它能做什麼 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資料庫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OK 所以以後 你們現在也開始學powervi powervi也可以連資料庫 所以有時候有沒有 最簡單 就先把資料先放在固定的資料庫 再由powervi去讀取就好了嘛 不然的話powervi前段 有些檔案處理部分是很弱的 那怎麼辦 可以透過python去完成嘛 OK 我們先位到一個資料庫再去讀取就好了嘛 OK 或者是說輸出一個csv檔 對不對 怎麼輸出成是一個我們特別講過嘛 有沒有就是write出去就好了 存檔的副檔就點csv 這樣子powervi就讀得到 而且特別注意 encoding記得不要給utl8 因為powervi是微軟的 你不要沒事就給utl8 那讀進去就亂碼了 OK 大概是這樣的差異 所以待會請各位 第一步先了解雲端上面這個目錄 我剛剛是講目錄裡面 待會的話呢 開啟第一類 那第一類的話呢 我們待會呢 就先從什麼呢 102這個題目開始講 那題目啦 你們先大概了解一下它的敘述 因為將來考試的時候 它就是給你這個題目 沒有任何的參考 你也不能開啟那個雲端啊 去看答案都不行 它就是給你一個題目 然後要你把底下的結果做出來 什麼樣的結果呢 就是你輸入這四個東西 然後它要輸出這樣的結果 那輸入的時候呢 像我們直接input 後面會說請輸入什麼什麼 不用 它直接輸入就好了 所以這個題目裡面 會有可能不太習慣的地方 它沒有任何提示 你就直接輸入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呢 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證照的題目 先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在針對 第一類先做說明 OK